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5月1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罗宾大叔的节目主要是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签证的 今天想讲一讲如果你人在海外 人在中国以外,能不能申请美国签证 先说结论,当然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海外你居住的或者短期停留的地方 申请美国签证,包括旅游签,学签,工签都是可以的 再细化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你在当地的身份和你申请美签的可行性 和申请美签的通过率,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当地的国籍 你是当地的公民,那当然是可以申请美签的 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国家是免签美国的 你甚至不需要申请美签了 当然这个是旅游观光目的的 你可以到美国停留90天 那如果要停留超过90天到180天 还是要申请美国旅游签的 第二种比较普遍的情况 你就是当地的永居 有的地方,比如说欧洲也有叫长居的 也有叫永居的,叫PR的 如果你是当地的永居身份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可以和当地的本国人一样 待遇是一样的 申请美签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还有一种是更多的 就是你在当地是有一个长期居留身份的 或者是一个非短期居留身份的 但是还没有达到永居的程度 比如说你有一年到两年的居留卡 或者你有学签 或者你有工签 或者你有养老签 或者非盈利签证等等 并没有达到永居的程度 但是你是可以合法在当地居住的 这个叫居住 是叫live 不是叫stay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加拿大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朋友 申请美签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是在欧洲的非盈利签证 或者是黄金签证 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申请美国签证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短期签证了 就是比如说你是持有当地的旅游签 商务签或者探亲签 在当地最多只能 停留比如说一到三个月的 这种情况下 有些国家的美领馆 就会把你和当地的持有居留签证的 持有永居的 甚至当地国籍的人 档期会给分开 就是说排期会给分开的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比如说当地人 当地国籍的人 当地永居的人 很快就可以排到面谈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拿着旅游签 或者商务签 你去一个月一个月续的 那这种情况 你就很难约到档期了 或者说你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约 比如说一大家子 在当地持有着商务签 或者探亲签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短期也没法回国 在当地一个月一个月的 续当地的身份的 你要去约美签 就非常的困难 排期往往是不开放的 或者排到很久以后的 而且如果是这种情况 即使你约到了面签的档期 你在面签的时候 也需要向签证官澄清 你为什么要在当地申请美签 而不是回到中国去申请 那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 能够说服签证官的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请签证 也可以拿到美国签证的 那再来说一下 这个签证申请的流程 其实和在国内申请 是差不多的 首先你要递交一个DS160申请 也就是非移民签证的一个申请表 这个是在网上在线提交的 你要选择正确的递交地点 你在中国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上海 广州北京沈阳这样的 那你在国外的话呢 比如说你在泰国 你要申请曼谷或者清迈 那如果你比如说是在西班牙的 你要选择马德里 以此类推 你在日本的 你选择东京或者大阪 或者福岗这样的 选择正确的递交地点 因为这涉及到你去面签的地点的 尽量选择离自己近的地方 然后你需要创建当地的一个 美签预约账户 并且缴费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如果你在中国已经注册过 这个美签账户 你还需要去致电美领馆 把这个账户给迁移过去 否则你就会发现你注册不了 全球你的这个预约 你的护照的信息 是有且只有一个的 你是不能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注册同一个护照号的 所以说你如果已经预约了 你的护照号已经输入进去 已经在中国绑定了 你需要迁移你的账户 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 你所在的国家 并且还要注意 不同的国家之间的 这个缴的费用 它是不互通的 就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已经交过160美元的 这个美签费用了 那你到了泰国 你到了西班牙 你到了日本 你还要再重新交一遍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你没法把这个费用给迁移过去的 你要重新缴费 你在转移账户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会跟你重申一遍 这个事情的 你这个费用就没法重复利用的 你要重新缴费的 然后缴完费以后 再去预约面谈 或者叫面签 这个时候你要问下自己 你所在的国家 说的这个语言 你会不会说 或者你会不会说英语 因为在当地的签证官 他大概率就会说两种语言 一种是他的母语英语 另外一种就是当地的通行的语言 或者是当地的官方语言 或者是当地的居民使用的比较多的语言 如果你两种都不会的话 看看能否预约一个翻译 需要一个中英文翻译 或者中文翻译到当地语言的翻译 和你一块进场的 有的时候 美林管是会配备翻译的 或者有的时候 签证官他也会说中文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你当地语言和英语都不会说的话 就会面临一个语言无法沟通的窘境 就是鸡同鸭讲 签证官问你问题 你也听不懂 你跟签证官说话 他也听不懂 这个签证就非常的不妙了 这个问题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比较好解决 因为比较大概率 当地的签证官 他是会说中文的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华语或者说中文 是一个比较通行的语言 当地签证官大概率都会 或者说比如说这个签证官不会 另一个签证官会 或者说当地会配备有会中文的翻译的 那如果是非这些国家的 比如说一些比较小众的国家 比如说在西班牙 你既不会说西班牙语 也不会说英文 那这个就需要去安排一下翻译了 否则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其他的申请美签的要点 以及信息 和在中国申请美签 大部分是一样的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申请美签 根据你身份的不同 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细节和点 如果有这样的需要 也可以和罗宾大叔来沟通 咨询 那下一期节目呢 罗宾大叔会讲一下 人在海外能不能申请加拿大签证啊 就是下一期再讲了 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